这是网上爆火的一个问题 既然所有的生命都要死亡 那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几千万浏览 近十万条回答 结果下方的评论让我大感意外 没有意义 只是为了活着 似乎每个人都很悲观厌世 那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这是一个可能会改变你人生轨迹的视频 一定要看到最后 当我们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 不禁会想 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短短百年间 我们终其一生 也不过是这世间匆匆过客 我们看似是在追寻幸福的路上 但其实如今的我们却离幸福越来越远 当路上所有的人都眉头紧锁 行色匆匆 你会发现我们早就已经违背了幸福的初衷 继而走上了愈加痛苦的道路 巨大的生活压力 逼得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 说到底都是为了一个字 钱 人类文明发展了几千年 金钱的运作推动了社会的高速发展 甚至演化到了如今的谈钱色变 变成了活着就是为了赚钱 这真是一件极其可悲的事情 其实文明发展的初衷 并不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 而是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度过余生 但如今这却无比艰难 根据商增定律 每个人都有化为尘土的那一刻 从出生开始就已经注定 但即便如此 却依然有人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 去换取那个不等价的人生 短短百年 也不过谈指一顺 从出生到上学 工作到结婚 组建家庭到养育后代 最后婉然一笑 风光而走 仔细想想 我们的一生又曾得到过什么 没错 富可敌国是一种人生 但刚够温饱 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呢 大部分人一辈子碌碌无为 但这真的不代表无能 少部分人一辈子大富大贵 但这也代表不了幸福 在野蛮的人缘时代 力量级代表幸福 在危险的战争时代 活着也代表幸福 大多数人口中的幸福 不过是各自时代背景下 所反映的社会现象而已 在他们心中 其实根本不懂得 什么才是幸福 真正的幸福 是一种来自于心底的代言 不受他人的影响 不受世俗的眼光 能够静下心来 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每个人都想生活得更好 这是我们人类的本能 但越来越盲目地攀比 越来越随意地透支身体 却违背了幸福生活的初衷 我们总是去追求 自己未曾拥有过的东西 却不小心忽视了 当下最珍贵的瞬间 在亿万年之后 属于人类文明的一切痕迹 都将被抹去 不管你曾创造出 多么辉煌的成就 无论你是老板还是乞丐 我们都会永远消失 就像从没在宇宙中出现过一样 在宇宙的大尺度范围下 仔细想想 关于我们人类的一切 其实根本就不值一提 我们的存在与消失对宇宙来说 也没有丝毫的影响 记住 只有当你真正接近死亡时 你才会明白 精神上的富足 远远要比物质上的堆砌 来得更加宝贵 我们主观意识下的财富 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与价值 在你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 那些物质和金钱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你唯一能带走的是 你的精神与信仰 是永不磨灭的意识与灵魂